1938年3月14日 台儿庄战役打响 李宗仁、孙联仲等指挥国民党军队抵御日寇 血战台儿庄 在面临绝境时 台儿庄守军誓死不退 市军也筋疲力尽 瀕临崩溃 此时拼的就是意志力 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 拨付给台儿庄守军十万大洋 动员还能动的士兵继续参战 持封城命令184团代理团长王寇武 组建赶死队 在让仅存的排长班长通报战局时 他们一口同声的要求参加赶死队 没有多长时间 就组建了一支不到80人的赶死队 按照以往的惯例 王寇武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包白花花的大洋 但是赶死队们不约而同的将大洋扔在地上 他们说王团长 我们连命都不要了 还要钱干嘛 此情此景令人泪目 随后的队员们又提出了唯一的遗愿 希望留着这些钱 将来给他们立一块纪念碑 赶死队初期制胜 夺回了城内的大半阵地 其中57位负责突袭西北角队员仅剩12人 其余负责进攻城东的赶死队 取胜3人 舍生望死保家卫国 他们是中国的血性男儿 无愧率军人的称号